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命热凉 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 第100篇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上帝的画作 上帝的画作 诗篇100篇像是一幅画 帮助我们赞美那一位 看不见的神 虽然我们看不见 所敬拜的神 但是他的百姓 能将它描绘出来 诗篇100篇的作者 就像是艺术家 拿着画笔和调色盘 在画布上挥洒出 缤纷的字句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幕是 普天下都向耶和华欢呼 我们欢呼是因为 神乐于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西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说 耶稣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便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 当我们观赏这幅画作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全球各地 无数的合唱团 欢欢喜喜的 向耶和华欢唱 当神的子民敬拜神 尊宠他奇妙的作为 神的心就欢喜 接着 我们也从画作中看到自己 我们是由造物主 由尘土创造的 并如羊群被领到草场上 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 拥有一位慈爱的牧人 最后 我们看到神伟大 而且荣耀的居所 他所拯救的百姓 通过大门 进到神的同在中 对他们看不见的神 献上感恩和赞美 这颂赞神的画面 多么的美妙 神是如此的美善 慈爱又幸识 难怪我们需要永恒的时间 来享受他的伟大和美好 我们要感谢父神 感谢神赐予我们生命 喜乐和护必 感谢神应许永远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求主 帮助我们实时的牢记 神的伟大 并且要活出 讨神喜悦的生活 认识我们的神 这是最棒的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旧约的诗篇 第一百篇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上帝的画作 圣经说 普天下 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 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 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操场的羊 当称谢 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 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 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 直到万代 我们的圣经就 攻读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诗篇第100篇 是我们基督徒 非常熟悉的一篇诗 我们都很喜欢这一节诗说 当称谢 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 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我们常常会用 这些经文呢 在我们的祷告 或者是在讲道 或者是在彼此 歌颂神的时候 引用诗篇第100篇 这个诗篇第100篇的 作者让我们看到啊 虽然今天呢 还不是普天下 所有的人 都在向我们的主唤呼 但是就在将来 就在我们的主 他回来做王的时候 在千禧年的时候 我们将要看到 所有的人 都要承认 叶克华 我们的神 是王 所以这篇诗啊 有人说 像是预言 其实我们今天 就已经看到 普天下 有许多的人 向我们的神欢呼 我们就是很喜欢 向神 歌颂 赞美他的一群 因为我们是他 操场的羊 我们是属于他的 这真是一件 有福气的事 我们不难看到 有许多人 想要高攀 某一个人 或者是他们 走遍了世界 才要寻找一位 灵验 有能力的神 只要说 哪是灵验的 不管多远 花多少钱 他们都要去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需要 走到山上 也不需要 去到海边 我们只需要 跪下来 用心灵和诚实 就能够 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只需要 到神的前面 呼叫阿爸天父 他就要回应 他喜欢回应 我们的祷告 所以 今天我们这群 蒙福的人 理当向神欢呼 也理当 乐意侍奉 我们的神 向神歌唱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 就是一个 歌唱的信仰 有人问过说 为什么基督教 有那么多的诗歌呢 做礼拜的时候 唱诗 唱了又唱 唱了又唱 我都因为 我们开心 我们的情感 是经由 诗歌 抒发出来 我们的神 是以 以色列的赞美 为宝座 神也喜欢我们 唱歌赞美他 音乐 严格说来 是出自天上 所以我们要 唱歌 来感恩 有许多的见证 告诉我们 有些人 他们还没有听牧师 讲道 光是听诗般唱诗 他们已经被感动了 他们已经被神的 灵所充满了 他们已经愿意 来接受我们的神 为他永远的保障 所以您看 我们的神 借着诗歌 让我们可以赞美他 清静他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像是 默默无声的祷告 但是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从心里面 产生喜乐 所以我们 虽然默默无声 可是我们的心里面 对神 是充满着赞美 这种心灵之歌 神听见了 宝贵的是 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我们知道要献给谁 谁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谁是我们歌唱的对象 而且我们也确实的知道 我们的敬美敬拜 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的神都听见了 我们的神说 去传福音 到世界各地 让全世界的人 都来感谢敬拜他 因为敬拜有了对象 感谢有了对象 倚靠有了对象 这是一件 十分幸福的事 太幸福了 我们不能够自己享受 要让别人和我们 一同喜乐 所以我们的主说 首先我们可以借着服侍来感恩 从今天的诗篇里 我们看到这一位服侍主的人 他是带着诗歌来侍奉神的 也可以说这个人在侍奉的工作里 他是充满了喜乐 我们都知道在工作当中啊 有很多的劳苦愁烦 但是我们的神说来侍奉他 他要赐给我们工作的力量 赐给我们服侍他的智慧 也要赐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 若是力量智慧和机会 都是由神而来 那我们的神让我们 可以到他的前面 借着工作来亲近他 这真是一件叫人 从心里面欢喜快乐 敬拜主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从哪儿去找到 一位老板 又给我们机会 又给我们智慧 又给我们金钱 他还称赞我们 没有 只有我们的主 这位天上的阿爸父 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会 可以来 清敬他 可以来 敬拜他 为此 他还要 赐福我们 他还要奖赏我们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像这种喜乐的服饰 会使我们 奔走 有力 这种喜乐的服饰 会让我们 用心灵和诚实 来侍奉我们的神 甘心的服饰 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神要我们 所做的 我们能够直接的 听命于神 这是何德的权利啊 能将万事 都带到 主的坐前来求 能够直接的知道 神的心意 在喜乐中 与主同行 这样喜乐 当然是 堆满在我们的心里 自然也就会 表现在我们的脸上 一个人的脸充满了喜乐 您说 谁不愿意靠近他呢 一位主人 怎么会不喜欢他的仆人 带着笑脸来服侍他呢 谁都不喜欢一个人 总是愁容满面的 站在自己的前面 好像不是 心甘情愿的 跟自己在一起 今天我们 因为心里面 欢欢喜喜的服侍神 因此我们 活在神的面前 就是一个充满了喜乐 又有神能力的仆人 这种充满了喜乐的服侍 就是最好的见证 见证这位神 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圣经说 我们是属他的名 既然我们是属他的名 我们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我们是神所收纳的儿女 赞美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千万不要学在埃及地 被我们的神拯救出来的以色列人 当我们的神差遣 摩西把他的百姓 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 神是说 让他们出去来侍奉我 所以我们蒙拯救的目的 神是要我们来侍奉他 只是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 神将我们从世界拯救出来 我们就不能够三心二意 像以色列人这样 也不能够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因为从神来看 侍奉他不是一个工作 他乃是我们生命的投入 单单的投入在我们神的里面 像这种单一的专心 这是童真女啊 神所要得的是一位童真女啊 神要的是我们要像童真女一样的爱他 神要我们在京师将自己装饰整齐 等待我们的基督来迎娶教会 神要求他的心腹 活着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单单的讨他的喜悦 心腹在准备建筑 那么他生活中的需要 无论是在能力方面 在智慧方面 都有我们的神来照顾 并且这个心腹这一生的计划 当然是由新郎来打理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像那智慧的童真女一样 点亮我们的灯 灯里面还要有油 等候新郎来迎娶 免得我们没有准备好 新郎忽然来到 我们就要被关在门外 这是何等的可惜 当然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顺服他 是带着喜乐的心 不是不心甘 不情愿 神不勉强人 他还赐给我们服饰中的喜乐 他愿意看到 我们在甘心的服饰中 享受他的同在 因为有一颗喜乐的心 是最好的良药 可以帮助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事 在服饰中 在生活中 依然有利 都不会使我们失去盼望 因为我们的被造 就是为着要 清静他 服饰他 敬拜他 相信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神 就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万事都是由他开始 是他计划这一切 我们的神不但 创造我们 我们的神又 将我们从罪恶当中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将我们拯救出来 我们就是他那 失而复得的浪子 浪子再一次地回到家里 他再也不会离开了 因为他经历了世界的现实冷酷 这个和富家是何等的不同 他怎么可能再离开 这位慈祥的父亲呢 而且他回到家里 父亲的一切都是他的 他也是属于他父亲的产业 今天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是何等的安全 在全能者的手中 我们还是神 在创立世界以先 他就拣选了我们 他就因为认识我们 他又拣选我们 因此我们看到 教会是如此的蒙神选兆 并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那一位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一位好牧人 认得他羊的名字 他按着这些羊的名字 他叫自己的每一只羊 所以我们应当要降服我们的主 跟从我们的主 还要顺服他 人的一生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不管这一生是如何的成功 如何的风光 时候到了 有的时候连预警都没有 这个人就要去了 去接纳 创造他的神 不管我们认不认识他 承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神 因着我们是被他所造 因此他有权柄 他也要来过问我们这一生 所做的事 包括我们口里 所出的每一句话 他要审判万民 弟兄姐妹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这位神 就让我们借着降服他 来敬拜 赞美 歌颂他 也借着我们的献祭 来敬拜我们的主 今天在新约 我们无需献牛羊 手纳五级七节 但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将我们的时间 将我们的技能 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他 还有那些只在今世 可以使用的金钱 将手道 弟兄说 没有爱 是摸不到口袋的 所以一位爱神 为神而活的人 他能够有力量 来奉献一点金钱 他会心疼吗 当我们唱那首诗歌 全归耶稣 全归耶稣 我们真的是全归给了我们的主吗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的神呢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耶和华神 他本为善 而且他对我们所施的慈爱 是存到永远的 而且神的应许 他的承诺是直到万代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最高 至高的工作就是敬拜神 所以千万不要 让我们的敬拜 变成了例行公事 或者是交柔做作 让我们带着喜乐感谢的心 来服侍我们的主 用歌唱 来敬拜我们的神 敬拜主最有效的方式 也就是在喜乐中来服侍他 让我们不只是用话语 也用行动来淘汰的喜悦 人的心是一个大千世界 太复杂了 谁能试透呢 神能 我们的神能够知道 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 于是神圣灵 就将仁爱喜乐和平 盼望 饥渴慕义 感恩的这些心 都放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来饥渴慕义 当我们愿意感恩 哀痛悔过 神的公义圣洁 就要在我们的里面 结出生命的果实 因此我们就能够 越来越爱慕我们的神 会抛弃那些 徒有敬虔的外貌 备了敬虔实意的事 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 来带领我们 天上的能力 要吸引我们 使我们更加的爱神 渴慕神 我们就能够如荫 展翅上腾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 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主 主你必看顾我们 不管我们遭遇任何的困境 我们向你呼求 你就垂听 你必定施恩 也必定帮助 主啊 怜悯我们 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都能够向你唱出诗歌 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因为我们全心倚靠祂 祂的平安就要在我们心里做主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灵命日凉 灵命日凉这个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六 每天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 在台北佳音电台FM90.9 和桃园台广AM621 新竹关西台AM1062 准时播出 还有台中古典音乐台FM97.7 是早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 为您播出 如果您要灵命日凉中文英文小册子 可以播电话02-2585-5340 02-2585-5340 或是写信到台北邮局 47-260号信箱 向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索取 希望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并且推荐这个节目给您的朋友听 也请为这个节目祷告 如果您的朋友无法收听广播 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佳音电台的网址 www.godnews.org.tw 我们的节目您是每天可以收听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核一条